接著看到新北市永和符合国中开设有数理自由班 那么今年有两位九年级的学生 分别考上了建中还有副中科学班 成绩是相当优异 学生表示了学校很重视着重在了实验室做部分 而这对他们考试成绩的提升有很大帮助 你可以看到我们左心市的壁是非常的厚的 它要跳一辈子 是不是我们活一百岁 它要跳那么多的日子 仔细聆听老师讲解 同学解剖株心做生物实验 而这样的实作课程让永和符合国中学生 搅出亮眼成绩 今年数理自由班就有两位学生 考上建中和师大附中科学班 我是肖静晴 今年入学建中科学班 那其实我原本就预期为考上建中科学班 目前我应该会朝奠基或是资工类似的方向去发展 这是李庚宇 今年入学了师大附中的科学班 我原本就非常想要考上师大附中的科学班 所以对于这边我有特别去做准备 还有许多的加强 所以考上科学班也是在我的预期之内 考上建中和师大附中已经不容易 但科学班就更有难度 因为这两校科学班每年级名额都没有超过30位 堪称北北基自由班生的梦幻学校 两位学生坦言 除了自身的努力 学校的实验课非常重要 学校自由班给的课程帮助很大 像是在老师给我们做的实验 不管是什么实验 都是会有器材操作的练习 或是对一个没看过的实验 去跟他做操作上的熟悉 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考试的时候 就可以更从容的去做应对 我的实验班会在考复试前 会准备一系列相关的实验课 会对应到理化的各大章节 那我们在考复试的时候 如果有类似的题目的话 我们可以更熟悉器材的操作方式 科学班考试分两阶段 出试为比试 复试则为实验 然后因为实验讲求实作和临场反应 复合国中在师资和课程的规划 下了很多苦心 我们在整个去八年级的训练过程当中 不管是生物实验 理化实验 都非常的丰富跟多元的 那除了我们的科学实验课程之外 我们也着重在孩子的 程式设计课程上面 还有英语的一个简历的课程 这都是我们科学班 所必须要具备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能力 所以我们蛮期待 也蛮推荐整个双合地区的孩子 如果您有这样具备有姿佑的特质 不一样欢迎来我们 复合国中的姿佑班 会让您的科学实验 或是程式设计 或是英语检定 都有相当大的一个收获 近五年 复合国中已经有17位学生 考上建中 北一女 师大附中的科学班 成绩优异 一点也不输台北知名学校 也说明了 只要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 在地就学 一样能够出状元